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范围很简单 它是一个用Mac上面的RDP 远端座面协定所连到的一台 刚刚虚拟化的Windows 7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要另外给你看一个东西 在台湾针对PUTTY有一个代替程式 代替程式叫做PIE-TTY PIE-TTY更重要 它是你上BBS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个东西 当然对你来说 你可以观察你需要的是什么 你自己可以看一下 我们都可以试试看 我现在就直接 除了中文以外 我们可以测测看 我们台湾做的PUTTY的原始码的改作版 然后呢 我的下载应该在这里 我直接存 这整件事很简单 首先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先把XMING 安装完之后 安装过程都非常简单 你就直接照你的这样子去跑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安装完之后 启动XMING 在你的右下角 的Notification area 就会出这个 告诉你伺服器已经启动 没有问题 伺服器已经启动 没有问题 你就可以打开PUTTY PUTTY这里呢 连线的对象 当然就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去写 192.168.0.15 然后呢 连的是 22Pol Secure Shell 在使用PUTTY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件事 在Secure Shell设定中 有一个X11 你应该看得到 请你打这个勾 Enable X11 Forwarding 其他不要管 其他可以不要管 这个勾要打 表示是现行 这一次连线的设定 Options Controlling Secure Shell X11 Forwarding的功能 然后我们连线的对象是15号 Pol22 Open 这时候连线是问你 连进去的是谁 账号是什么 然后等一下 这个等也是因为客户端的问题 也是因为客户端的设定 我把那个PUTTY 拉出来给你看 这是我们等一下 等一下要测的 在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解压缩 密码出来 密码写一下 进去咯 因为有启动XX的Forward 所以我写GEDIT 这是Linux的应用程式 在Windows上 一样画出GEDIT出来 在后面 这里 可以吗 它的过程内容完全一样 更重要的是 我这一台Windows是英文版 所以它出的界面都是英文 再看一下 刚刚的 Oimpress 出来了 这是Liberal Office 在Linux上面的环境 这不是什么的XY 现在用Y已经可以算是很落伍 今天云端这么发达 就表示你不需要在Linux上面 去模拟Windows 这个需求应该很低了 除非有特殊的状况 因为我Windows版是英文版 所以它出来的也是英文的界面 它不会主动出 中文界面 你看这边视窗的元件都出来了 它摆的位置 它有摆的位置上面的问题 把它来过来 OK 可以吗 我可以把它缩小一点 它记得的是刚刚在Mac上的路径 是现在不是 开启旧档 开旧档看到的东西 全部都是Linux上面的档案系统的东西 完全跟这台Windows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在这边开旧档所看到的 全部都是Linux上面东西 就是原始的主机上面的东西 我可以开启 开这个 拉上去一点 然后Open 这样子开旧档 旧档就被它拉开来 在这里 在这里 另外一个 可能又要把它移一下 拉过来 这是另外一部分 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一个被布景搞坏的一个版本 可以吗 执行是在远端主机上执行 画面画在Windows上 过程都一模一样 都一模一样 你可以跑Firefart 你可以跑什么 你执行是远端的主机上面的指令 但是视窗画在这里 这是一台Windows 现在这是P-U-T-T-Y跟X-M-I-N-G的结合 但我现在不要用P-U-T-T-Y 我要改用P-U-T-T-Y 我把它拉出来 复制 然后到桌面上 贴上 这个程式叫做国内用的P-U-T-T-Y Easy to create your connection 你就直接写 我写192 168.0.15 用Secure Shell 英文UI 它有没有别的设定 被简化掉了 没有了 有Menu Bar 登入时用的是Lucy 然后又要等 参数这里 你看有字型 编码 多语言 Uni 汉 汉字 CJK的 调整 UI 连结的方式 更多的参数 这边就包含Secure Shell 这边有Key 跟Tunnel 很抱歉 Secure Shell这里没有X11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国内这边所做的 如果有X11 最好 国内这边所做的 它没有针对X的视窗 的 远端的视窗的部分 去做 多做的调整 所以这边都是 专门 只有终端机的部分 没有X的部分 所以你只能用 PUTY 而不能用 PIETY 这件事你要先注意 你看我登入进去 进去之后 它按照台湾人的习惯 加上了信号 很多人都不习惯 看不到信号 不知道有没有打成功 你看GEDIT 它没有办法OpenDisplay 这样是对的 因为 这个连线工具 并没有这个功能 我们以上X Windows的使用 跟 线形操作的方式 甚至包含在 视窗系统上 来搞这件事 我们可以很完整的 在这边做个结束了 谢谢大家 我们接着 往后 请你继续看 所有其他 跟Share 启动 有关的议题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